张晓芊 张晓芊 你在哪 张晓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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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知 这一封奏折 一旦递到变度 你就不仅仅是降绝了 即便是官家将你圈进到此地 你也无话可说 我知道 知道还行 师父一直知道 汉臣虽为郡王 时为弃子 师父也该知道 这世上对我来说 重要的人不多了 行舟是 小满更是 你的报复呢 你不是说要去江场吗 若汉城自行前往江场 致行舟于不顾 致小满于不顾 汉城摆不到 便渡这个大骑马 想我回去接着被摆布 上了江场又如何 上了江场又如何 还是一颗棋子 汉城不破 便不能立 还请师父成全 将此奏赎成玉官家 从此 甘月自将勋爵 永不出吴江府 带你去个地方 带你去个地方 忍 gang 招孝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下赵氏汉臣 乃赵氏皇族高祖之孙 武昌节度使蒲王之子 曾经受封的就很多了 什么武昌军节度 鄂州馆内官察处置等使 光禄大夫 简孝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侍 还曾经是俱禄郡王 如今 我只是吴国公 赵氏汉臣 信月吴江府文殊之女谢小满 诚心求取乳 为吴之正妻 一心待之 白守之 不离之 不知小娘子 可愿嫁给我 生同妻 死同穴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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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多谢小娘子吧 沈姑娘一路走好 谢将军派兵护送 白川口一战 等将军凯旋的消息 我愿意 徐将军战无不胜 况且还有我在 用得着你操心啊 就是因为有你在 我才操心哪 从小闹到大 还没闹够啊 愿君大解 多谢 沈家娘子回汴都 我已派了军马 一路护送 谢师父 出发 给官家的折子 我也提到了你的事情 你放心 官家已经答应了 不会随便破你入宫嫁人 你就安心回汴都 和家人团聚吧 汉城哥哥这次为了赶我走 不惜自降爵位 我果真这么招你讨厌吗 这不是为了你 我知道 自然是为了你的小满 汉城哥哥果真以为 汴都会这么轻易放过你吗 我 我 你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一趟吴江府 无论她与令娘的婚事成与不成 也得把她带回来不是 臣妇遵命 赵小倩不是说要来我们苏府吗 怎么到现在还没来 她去送徐将军了 应该快了吧 徐将军走了 照这样说 徐将军走了 沈兆温也走了 该走的人都走了 那你们俩什么时候成亲啊 说是明年开春 可这个吴国公 他就是个甩手掌柜 床榻被褥 帽帽连平 样样都是我去定 你都是未来要做国公夫人的人了 这些事还要你操心 如果是我啊 我就这样 看着你啊 良极 过来 把茶给我递过来 今天柳先生还跟我说 你未来要跟他一起修书 而且还要帮他准备课程 真的假的 明姑 你有没有想过 日后自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做东奖 赚大钱 你呢 我日后想成为一名先生 夏柳先生那样 但是 但是什么 我怕赵孝迁他不乐意 国公爷到 来了